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陆文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三千学术词汇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词根是BEL 叫战争 那我们都说的就是BEL是铃铛 我们知道响铃 铃一响 那么开始开打了 就像我们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我记得张飞开始就是秋谷 战争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BEL是铃铛 战争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REBEL这个单词注意了 名词中印在前面 动词是REBEL 是吧 那么RE是再次相反 BEL是战争 再一次打仗 那叫反叛 以前就打了一次了 后来又再打一次 就叫反叛 REBEL 或者REBEL REBELIOUS 形容青少年 叛逆的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REBELIOUS 那么双写L 加一个I 原因不表意 是一个连字符 OUS是的 叫叛逆的 那么下面一个单词 ANTIBELUM ANTI 我们都知道 再从这么前往前 BL是战争 战前的 后面UM是一个形容错队 ANTIBELUM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单词 叫做羚羊 叫ANTILOP ANTI是往前 LOP是慢慢的跳 那么羚羊就是在空中 慢慢的往前跳 叫ANTILOP LOP是慢跑 ANTI是往前 一起叫ANTILOP 羚羊 好了 那么我看几个图片 凡是穿这种衣服 一身红 是吧 再戴个帽子 那这种体现年轻人的反叛 REBEL REBEL 你看这个 叛逆的 REBELIOUS 是吧 这都蛮简单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那么左下角 是我们个人微信 右下角 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